Hello,B上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齐奇思君,好久不见 这一下子失踪了很久,变成了失踪人口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没跟大家来更新了,十分抱歉 然后跟大家交代一下过去这一个月在干什么 我在休假,休了一个年假 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过年前的一个半月的时间 工作量一下子多到了让我既开心 但同时身体有点承受不了的一个程度 我就不得已休假了一下 因为你一个月正好可能到年底了 很多工作和节目的录制时间 大家都在赶这个时间 所以非常夸张 就是好几个节目的录制时间冲突了 然后有些节目也因为工作安排冲突的原因没续成 而有的节目也在赶录制的进度 所以我在年前的 我在年前的那一个半月的时间 差不多每周都会有一到两天是完全不会睡觉的状态 就是大家在连轴录节目 所以我本身就身体不太好的这个设定呢 现在因为这个连轴的工作导致更加强烈 然后所以这个在过年前的时候 实在是忙到了一个大脑彻底瘫痪的状态 就是因为长时间睡觉不够 导致我到后面工作的过程当中 大脑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 这是长期缺觉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生理感受 不是说我睡完觉 我没睡够脑子不太好用 不是这个 是生理上的感受到脑子不动 这件事让我非常的惶恐 所以现在非常注意自己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 然后在整个春节假期期间呢 就是给自己放了一个比较长的假 然后呢中间也是生了一个病 然后就一直休息 休息到今天正式的要开始恢复周庚博主 周庚博主好吧 就是周庚博主 虽然有一点迟疑 但是就是周庚博主的这个工作节奏当中来 但是在这里先谢谢我B站的小伙伴 因为知道我在过去这两个月时间的身体状况和工作状况 然后呢我B站的小伙伴们非常贴心的 一直在安抚我 使得我照顾好我的身体 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再开始恢复更新 所以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始恢复更新 先把去年最重要的一个缺的东西给大家补上 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30万的UP主 要给大家来进行10万UP主小一盘的开箱 好在这里是我已经过去很久 但是一直没有开箱的那个小银牌 然后我其实有专门看到这个 有B站UP主认真的认真的研究 这个小银牌里面的 它那个韩银的比例啊之类的事情 我拿一把剪刀 好不管它的含银量是多少 毕竟它代表着我 好现在检查了 然后大家打开看看 小银牌 这个快递大概已经在我下方了 两个月的时间 快递相当于落马了灰尘 我真的感觉当年一拳四百九的年代 已经没过去 自己的身体好像真的很需要锻炼 这是我人生第一块 因为人生的过去这些年 除了靠近中传的陆雪通知书 我好像也没有收到什么奖牌 校级游球学生会干不了才算 这个好 这个就是一位30万UP主带来的10万小银牌开箱 哇哦 是一个普通的黑框 哈哈哈哈 啊不是黑框 是还有一层黑盒子 哇哦 噔噔噔噔噔 我的小银牌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 来 关键的时刻 闪下我吧 啊 好 10万粉丝成就达成 吉思君 感谢你的一路坚持与不懈创作终于在哔哩哔哩 达成了10万粉丝成就 这是你创作路上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你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用户的认可 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成为你虚拟世界的挚友 为你每一次赋有想象力的创作而发起应援 或许在 哔哩哔哩哩进行创作的日子也已经成为了你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对创作的勇敢尝试和不断坚持你已经在哔哩哔哩的世界里开拓了一片属于你的小天地 成为了相关兴趣领域的佼佼者 与此同时你也是兴趣圈层的有力构建者 源源不断向新进入的用户持续分享你所至爱的内容 他们因你的创作而发现更广阔的世界 我们认为能找到一件热爱的事情并为之付出 无疑是人生怒上弥足珍贵的体验 希望你能保持这份热情 在哔哩哔哩的世界里继续创造无限可能 哔哩哔哩哩董事长兼CEO 我不认识他叫什么名字对不起 谢谢您 谢谢 请麻烦帮我补上一个字幕并表达我对于他的感谢 我要让他手机查一下 哎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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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我查了一下他叫陈瑞 感谢哔哩哔哩董事长兼CEO陈瑞先生感谢您 谢谢 其实我不得不说 我有一次在哔哩哔哩旁边的一个小小饭馆吃饭的时候 曾经碰见过他 当时旁边的伙伴跟我说 咱们后面那一桌就是哔哩哔哩董事长兼CEO 我说哦是吗 稍微认识认识 但是我只是逞一时的嘴快 但是借今天这个机会很高兴与您正式认识 如果您还不认识的话 以后一定有机会认识 毕竟我还会向更高的目标发解冲击 好下面只见证我们小银牌的时间了 哇 这也太好看了吧 哇我一个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真的很喜欢这块牌子 展示一下我的小银牌 大家看一下我的小银牌就在这里呀 虽然我现在已经是32分子 但是能够获得这样的阶段性的鼓励 还会让我觉得倍加开心 而且这个真的很沉 我一定会和我湖南台最佳新人奖的奖杯并列放在一起 作为我事业和个人视频创作上的双重鼓励 哎呀 再次感谢 感谢B站的小伙伴们 谢谢 我回收好我的小银牌 再次谢谢大家 打卡认证 nice 当然 感谢B站小伙伴不光感谢这一件事情 其实 从加入B站跟大家进行视频创作 也来B站小伙伴们其实一直在帮我出谋划策 然后也一直在出力 特别是前段时间工作和身体 就是双重重压之下的情况下 B站小伙伴一直很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每次先问 身体好了一些吗 病好了吗 怎么样了 好一些了吗 咱们不着急开始 B站小伙伴也成头为了很多B站的周边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呢是我们B站的小伙伴 呃 为我送来的 技术 其实我家里已经有了沙发烤店 但是这个看一看 我之前只有一个小的那个 哔哩哔哩电视的那个 那个小口 小抱枕 然后现在看一看 这是小伙伴们送来的其他的周边 然后这是由于B站库存不够了 我B站的小伙伴 自费为我送来的周边 再次感谢 好开心 哇哦 哦哟 小电视兔子包 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小电视兔子包 然后这个是可以背的 哇这个也太可爱了 各位 等我接拍认证的照片 哇这个好喜欢 好可爱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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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感觉很能装的样子 收好这个小包好喜欢 我真的因为我真的特别是冬天还好吧 就是其他季节的时候我会背 我很喜欢背各种各样的小包 出门特别方便 大家看一下好像是小盲盒吧 哩哩哩哩小电视弹力球魔法师系列盲盒 然后里面有飞机头大小姐头丸子头西瓜头 绅士头双马尾还有两个隐藏款 看看我们今天会抽到什么盲盒开箱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拍这种拍枪视频 我人生第一次开箱 人生第一次开盲盒 人生第一次开盲盒 就开到了隐藏款 哇这个照头也太好了吧 这意味着今年会发觉很多 很多什么呢 隐藏的彩蛋 开启今年很多之前印象不到的惊喜吗 这真的是隐藏款 这个隐藏款叫什么名字 真的是隐藏款 给大家看看 真的是隐藏款 就是这个盒子没有写的 人生第一次开箱开盲盒抽到的隐藏款 哇塞 好运连连 非常感谢 本来还有抽奖送的来着 只有这个感觉隐藏款很有纪念意义 我想自己说好 谢谢 哇开心 接下来还有一个大馅 我为什么没有早点拆这个快递 冬天都已经要过去了 这个是我在过去那个冬天一直很想买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又很短活 因为我冬天一定会带围巾 或者是一定会挡住脖子这个习惯 然后这个是哔哩哔哩小电视兔子系列连帽围巾 哇 这也太可爱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这个口袋还可以放东西 就是把他给 变深 诶怎么一长一短 不得不得不得 这边先把这个长 哇这个也太长了 啊懂了懂了懂了 不是放东西可以当 把口袋把手揣进去 我看我的兔子在哪里 诶 另外一只兔子 嗯 啊 头发现在有点凌乱 但是 来我把这个镜头盖掀起来 看一眼我现在的样子ok了 叮叮 啊好热 但是 这是我过去这个冬天 我个人 我 我 盖住了 好 这是这是我 这个东西真的是过去这个冬天 我自己最想要的一个时尚单品 然后我一直没有买 结果没有想到 啊 虽然现在好热 但是没有想到 bidi bidi 居然帮我圆这个梦 哇我居然没有早点打开这个 啊 我太喜欢这个了 太暖和了 我的妈呀 我的天哪 这太舒服了 小白 小白兔 白又白 两只耳朵 竖起来 哈哈哈 我看不见镜头了 没问题就带这个完成今天的拍摄 哇 这个真的超 我太喜欢这个了 我太喜欢这个了 这个太可爱了 谢谢 再次在这里 谢谢我们b站的小伙伴 谢谢各位 然后 呃 就这个问题 我们正好讲一下 今年是这个 今年开始工作以来 恢复更新的第一个视频 然后 我们接下来 更新视频的 就几个具体的计划 第一个 联动系列的计划 我家猫放凉了 好 第一个计划 就是 之前说 承诺给大家的这个联动 今年还是要找机会做 只不过是想联动的小伙伴 大家就看这个时间地点能不能允许 然后第二个就是最常做的reaction 这个一定会保持继续做 然后reaction的范围呢 会从之前的这个短视频和剧方面 可能扩展的更宽泛一些 呃 有一些只要综艺节目的版权 允许的情况下的一些节目 我也会给大家做这个reaction 然后第三个是我的一些日常vlog的一些合集 比如说有一些某些呃 工作之余的生活片段的合集 然后可能不定期的来 对就是当没时间入reaction的时候 可以拿过来 给大家充语充数 然后 然后还有一点可能我是想说 可能每个月给大家 或者是说在之前日常生活的vlog里面 给大家偶尔来一些读东西的合集嘛 因为我现在工作隐忙的情况下 其实最近读书的这个频率也变低了很多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录制任务 摆在我面前 我觉得可能会促使着我保持之前这个读书的概率 不过这个还是我们以之前的reaction为主 后面的算是不定期出现的一些小彩蛋 这是今年的录制计划 提前向大家交代一下 而后我们也会逐渐的恢复我们 看他就会这样好好笑 而后我们会逐渐的恢复周庚 所以请大家放心 B站周庚up主小琪再次上线 叮叮叮 在下一周我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情 就像我刚刚说的reaction的范畴呢 会从之前的剧扩大到很多的综艺节目 而我已经确定的 可以在B站做reaction的一档综艺节目 就是现在正在热播的青春有你三 现在小伙伴们 我们下一周的主题就已经确定好了 请把你觉得很好看的片段 以各种形式的方式私信给我告诉我 然后我自己会截取一些片段 某些舞台 然后给大家做reaction 陪大家一起来看看综艺节目 一起来看一看今年的这个综艺节目有哪些精彩的看点 而后我也会找更多的在版权允许的情况下 为大家带来更多reaction的可能性 在最后要给大家塑上一个东西 登登登登登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明星大侦探的真心点藏卡 我没有把这个开箱 然后因为我因为我已经看了 因为我已经看了其他小伙伴们录的这个真心点藏卡的开箱视频里面的内容 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不会让你失望 非常好 所以说我今天这期视频嘛 在这里送给我们的小伙伴们 把这个作为礼物 因为其他的这些礼物呢是B站小伙伴送给我的 我自己就先使用了 虽然现在已经满头大汗 但是我一定要沾持戴着 在下一个冬天的时候 我还会把这个由着 一定要带去给大家看看 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 这个我就在 之后 通过B站 我研究研究 好像通过有一个动态抽奖的方式 在动态里面可以抽奖 我会把这个真心点藏卡送给大家 然后呢开箱内容呢可以移步到我其他的小伙伴 比如说 这个呢盒子里面的卡片具体有哪些内容 盒子里面的卡片究竟有哪些精彩内容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其他的小伙伴 比如说小和同学的开箱视频 他里面有具体的展示 然后呢看完之后 如果你各家听众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的B站动态 我在B站的动态里面会研究研究怎么抽奖 我也没干过这事 会把这个明星大侦探第一期到第五季的真心点藏卡抽奖方式送给大家 作为今年B站视频开门大吉讨个彩头 希望各位今年也能够多多关注 另一个不大不小的flag 虽然百万up主距离我实在遥远 但是呢50万up主我还是要好好努力 今年共同加油 当然大家对于想看的内容有哪些好的意见 也可以随时和我来互动 今年B站小旗正式开张啦 叮叮叮 bye bye bye